主席,首先是感謝林振昇議員來動議議案 以及其他11位議員動議修正議案 議案主席是促請特區政府推動職業教育 加強培訓國內人才 以實現本港產業多元化發展 本人是十分認同的 近年來本港一些行業存在不同程度的人力資源錯配的問題 值得大家探討 究竟香港的教育是否未能配合社會發展 我們需要培養怎樣的人才 這些問題顯然與我們的產業政策有直接的關聯 本人曾經多番促請特區政府制定長遠全面及平衡的產業政策 並透過政府的財政措施和資源調配 策略性地刺激不同產業的增長 以及提供官產學研等方面的綜合配套 加快培植新興產業 包括環保、創新科技、檢測認證、文化、創意、產業等 令香港的經濟可以朝著多元化、高增值的方向發展 以此為基礎 我們才有可能根據社會經濟的需要和產業發展的方向 制定具前瞻性的教育及培訓政策 以滿足本地對國內人才的需求 我們不妨優先檢討現行人才培訓政策措施的不足 本港的教育在學製和課程的設置方面 歷來是側重傳統學術訓練 職業教育的價值和重要性 是未獲得充分的認同和肯定 往往是忽視應用科目研習和職業技能培訓 可以說是造成人力資源錯配的主要原因 踏入21世紀 全球進入了以創新科技帶動的知識型經濟時代 中央政府又大力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為了配合這個發展趨勢 是必須推進STEM 即是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 或者是STEAM 即是說再加上Art 藝術 將職業和專業教育進一步納入資歷架構 加強於大專學校的學位課程的銜接 主席 近年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成立了由政府資助的應用科學大學 提供應用學位課程 注重實用知識和技能的培訓 在大灣區 應用科學營的深圳科技大學 亦都在2018年的11月設立了 事實上香港職業訓練局 VTC 核下的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即是DI高科院 亦都志在培養 具備實用知識和技能的學生 課程是緊貼行業需求而開發 會陷入行業的認證 加強相關職業技能訓練 本人僅申報是VTC工程學科的顧問委員會主席 因此對這方面的發展更加關注 經文年曾經建議特區政府增撥資源 將DI高科院 轉型為公立應用科學營的大學 有助建立一條直通職業專才教育的進修途徑 形成傳統學術與職業專才培訓並重的相關學制 同時當局應該積極和工商專業界和各個院校合作 加強在校學生的生涯規劃教育 為修讀應用學位的課程和職業教育課程的學生 提供更多實習和在職培訓機會 並且檢討現行資歷架構的成效 讓一些具備條件的行業盡快建立專業資歷認可的機制 為新一代搭建可持續向上流的專業和事業的發展階梯 主席後任盟政長官李家超先生 在他的競選政當中 將優化教育的裝備未來列為一項核心的政策 當中強調這個推廣是職業專才教育 繼續發展跟傳統學術教育雙軌並行的進階途徑 同時推動STEAM的教育普及化 促進社會各行各業和學界的銜接 以及推動更多的在職培訓和終身學習的機會 我期待他秉承以結果為目標的原則 對政下約促進教育多元化 完善新一代的專業和事業的發展階梯